今天来提一台国产车 这款车就是奇瑞爱瑞德5pro 官方制造价76,900 这台车目前优惠1万多 落地价也就是7万多一点 你们感觉买合资车好还是这个国产车好 当然了国产车的配置肯定要比合资车的要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款车的内饰 多功能方案盘还有这个披座椅都有的 竞速巡航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款车的生产日期 2020年10月份的其实是10月底的车 现在所有手艺都办好了 准备开始交车款 全款提车就是快 一份都搞定了 奇瑞爱瑞德5pro开始交车 其实这款车的内饰还是非常不错的 轮毂也好看 拎泡一铁 提车高定 你感到这个夜景夜景面门 这是孔调 这个AC是智龙 知道吧 这都知道吧 这都知道 温度 很差夜景的 我知道 这个知道吧 这个逢量大小调节 这个夜景面边基本上就没啥看了 这个不跟你熟过了吗 是吧 其他就没啥 这个是孔调节 然后是夏侯尔的 这个就是 你看大开 你看到这个没有 就是这个啊 对 就这个 它不是在它得链接收集才可以使用 嗯 其他还没啥 然后后边这几个摸着一下 这个是那个 车有为那种方向画这个 你这边往哪儿走 往这边走 好 你过去吧 慢走 好 慢走 好了 终于开车回去了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见